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来找您的 我想一般这个时间您都在 没想到您不在 你来是为了谦虚的事 是 怎么 你想取消我们的合约 不 我已经决定了 我明天就会去医院 你父亲的案子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为了这个 你什么都忍得下是吗 能忍 忍所不能忍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既然这样 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 什么 我和你之间的约定 不要告诉天旭 天旭已经知道了 他只知道我给了你五百万 这个好解决 我担心的是 他个性倔强 耗面子 接受不了 你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您放心 我不会告诉他的 你父亲的事情 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你不用太担心 律师团 会尽最大的努力 既然 天旭很喜欢你 现在他有情绪 脚伤也没有痊愈 我想就给他点时间吧 你会慢慢发现 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 我希望你忘了合约 您的要求太高了 恐怕我做不到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对你有信心 好 这几天 你就多休息休息 暂时就不要去医院了 不 我要去 我不会这么轻易 就被他打败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都没笑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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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在这里假欣欣地关心我 我假欣欣 你以为我很喜欢留你在这里 我没有勉强你留在这里 是你死来着不走的好吗 你以为我很喜欢看见你可怜欣欣 又委屈求全的样子吗 你喜不喜欢是你的事情 我只管做好我自己就行了 还有 我之前忍你 是因为看到你重伤未愈 如果你再得寸进尺 就别怪我不客气 现在你连脑痒痒都要靠这个 你还能怎么样啊 你最好老实一点 没事了吧 我去护士那里看看 昨天的报告还没拿呢 你不走 我走 护士小姐 怎么了 这病房里的病人呢 他不见了 不见了 是啊 我们正安排人去找呢 我们的病人呢 这病人呢 他不见了 这病人呢 都别走 你买了 你的女人呢 怎么着呢 呢 我买了 我买了 你手 我买了 你买了 我买了 你买了 你这帅不客气 你买了 方天旭 方天旭 你开门呢 方天旭 开门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开门 方天旭 方天旭 我一路跟你过来的 你开门 方天旭 方天旭 你快开门 方天旭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开门呢 我看你还能待多久 你把我们都想着 你来asun 就 happens 你吃不了 你吃不了 你干吗 你帮我 看你 蜜蜜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他要逛你都不走 行了行了 我怕了你了 进去吧 你先去洗个热水澡吧 浑身都湿透了 你先去楼上找一身干的衣服吧 把它换了吧 那你不许乱跑 外面雨那么大 我还能跑哪里去 这下可好了 电都停了 你先坐着吧 反正哪里也去不了 热水澡呢 你就别想了 我去找下蜡烛 你别动 你坐这里 别动啊 别乱动 别动啊 你看你看 你干嘛非得整天跟着我 整天死缠烂打的 你感冒了过得了谁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以为我想跟着你啊 你就这么跑出来 万一出什么事的话 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啊 你脑子里怎么就只想着你自己啊 我好像没有要求过你要交代什么吧 我现在是在住院 不是在坐牢啊 我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啊 行 反正腿长在你自己身上 你想去哪去哪 你自己想变瘸子 我也拦不住 你敢 你敢咒我 我咒你 这是医生说的 医生说如果你的腿恢复不好 就会变成瘸子 你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瘸子吗 这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我呢 吉人自有天相 你就少过来吓唬我了 沙发怎么吃吃的 屋漏偏逢连雨雨啊 真是够碎的 哎 那你知道吗 这栋房子呢 年久失修 很有可能 随时随地就会塌下来 不过 我们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是很有可能 我们会同年同月同日死啊 谁要跟你一起死啊 你赶快打电话给你家里人 让他们派司机把我们接回去啊 怎么打 现在在刮台风啊 我的手机已经没信号了 啊 那怎么办 那就等着呗 反正台风还在刮 短时间内是没有信号了 喂 你的头发还是湿的 赶紧擦一擦吧 哎呀 哎 不要你管 哎 你确定要我瘸着腿站起来 然后慢慢为你擦头发吗 你确定吗 啊 擦不擦随便你 怎么样 味道不错 董事长 刚刚医院来电话了 说是天虚少爷不见了 啊 你好 方又顺 哦 是 嗯 如果有什么消息 请尽快地打电话给我 好 谢谢 医院那边怎么说 医院发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反正以为导化炎散步去了 可是到了六点 例行检查的时候 这两个人还没出现 我现在就带给同学 哎 不用了 支援的手机 落在医院了 要是你冷的话呢 我就把我的胸膛借给你吧 哎 你可想清楚 我的胸膛可是这屋里唯一的热源 哎 你好歹跟我说句话嘛 这样干坐着不会闷得慌嘛 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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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怎么会这么烫呢 你发了高手也不说一声 我帮你去拿被子去啊 天球 抱紧我 天球 抱紧我 你说什么 抱紧我 哦 有没有好一点 对不起啊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让你待在外面淋雨的 你好了之后 你要怎么惩罚我都可以的 也许眼泪流干了 否则 你的微笑呢 天球不见了 新闻上说好多移动信号基站都被吹倒了 到处都失去联系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们去休息吧 现在风雨那么大 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不会待在外面的 等台风停了 自然就会回来的 这个通知员 一个躺在床上的人他都看不住 天球要真有什么事的话 我一定饶不了他 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 在台风没有停之前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各自回房间 先休息去吧 妈 先别着急了 咱们先上去吧 我在这里等消息 却带见识着可怜的自我 结果被自己变了 白雷去趟地 非常慢领导盖 你却不快乐 心已在温暖 还能听到吗 你还出走呢 一切我不想说了 至少懂了 爱情这东西 假装不来的 怎么还这么疼呢 他不是我 只是还想做点什么 只是 还有些舍不得 我假装快乐 只为你快乐 心里面的痛 谁能不得懂 情节太曲折 却还监视着可怜的自我 结果被自己变了 我假装快乐 我假装快乐 你却不快乐 心已在温暖 还能听到吗 你还是走了 一切我不想说了 至少懂了 爱情这东西 假装不来的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放心吧 球手 没什么大事 佟小姐他只是得了重感冒 不过他最好能卧床休息几天 避免肺部感染 让你受累了 不客气 对了 须上的腿 最好能够马上处理一下 天逊 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了 天逊 没事了 医生给你做过检查没有 说你的腿怎么样了 妈 支援他病了 现在他没事我就放心了 我一会就去做检查 这个时候你还顾着他 要不是因为他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还没有怪他照顾不周呢 妈 他重感冒 全都是因为我 才凌晨这个样子的 你不要怪他了 哥 你真的是被鬼迷心翘了 你说你拼了命躲出去 是为了谁啊 好了 天逊啊 你赶快去做检查 支援这里有我们的 你先不要管了 是啊 快去吧 啊 小心点 但是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你会死的 你会给你解决的 这一段时间,你会给你解决的 嗯,谢谢你 别说话 天球 你就当这是在梦里 让我在这儿坐一会儿 等你醒过来 我就不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醒了吗 怎么样 感觉好一点没有 吃早餐了没有啊 肯定饿了吧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 爱心早餐 这是你准备的 这不是楼下 咖啡店里的三明治套餐吗 你怎么说是你准备的呢 我亲自去买 然后亲自去拆开那个包装 拆开后又亲自去加热 又亲自把苹果切成片 再亲自端到你面前 我现在亲自把饮料给打开 又亲自送到你手上让你喝 你知道这对我来讲 是多大的工作量吗 这个苹果 能切成这么奇葩的形状 也只有你能做得出来 你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我保证 真的没有 只是 我就想 为我的态度就 对不起 我已经知道我之前太过分了 你就看在我一片诚心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来 慢点 来 慢点 志远 来 这里 你什么时候来曼谷的 我刚到 你怎么样 好像瘦了 也晒黑了些 你有什么事 就开门见山说吧 你来泰国干什么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误会 当时你母亲 去世的很突然 我没来得及去看你 你就离开了 那你看完我了 我走了 等等 我有事跟你谈 我是希望你同意 给你父亲做有罪辩护 这才是你来的真正目的吧 你要干什么 你是不是希望我爸爸 一辈子都出不来 志远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是你的父亲 他也是童之宁的父亲 我怎么会害他呢 那待会儿问你了 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地 就把蔡律师给换了 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更改辩护的方向 志远 那个蔡律师 总是阴阳怪气的 除了主张无罪辩护 他没有提出 任何有效的辩护策略 而且每次开会 都和别的律师针锋相对 我觉得他很有问题 况且我们现在手上 没有任何的有利证据 如果贸然做无罪辩护 很有可能 你父亲会被判得更重 我也是为了你父亲好 才这么做的 您认为我父亲有罪吗 我当然不会怀疑他了 可当务之急 不是讨论他是否有罪 而是先要保住他的命 你都认为他没有罪 何来保命之说 因为法律是要讲证据的 证据的事不用你管 我会交给蔡律师的 我请你离我爸爸的案子 远一点好吗 董志远 你父亲坐牢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要轻信 那个穆德胜 难道你不知道 你爸爸出了事 最大的获益者就是他 他现在已经是 肠品药厂的厂长了 而且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爸爸出事以后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只有穆叔叔 不顾别人的反对 来帮助我们 你现在想离间 我们的关系是吗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爸爸 当时退赃款的时候 为什么一毛不拔 如果你真的关心他 你为什么不给他找律师 不帮他找证据 现在他口口声声关心他了 我看你是要支他于死地 不是这样的 不想听你说了 我不想看到你 支援 我不会同意的 太好了 终于把这石膏给拆掉了 现在腿上好轻松啊 你是粉碎性骨折 虽然拆了石膏 但是还是不宜过多的行走和负重 你多用热水泡泡脚 增加血液循环 出院以后 我会给你安排 复健的方案 我还以为一拆石膏 就可以剑步如飞 我的腿就全好了呢 怎么可能啊 你得给身体一个恢复期 你要想达到 剑步如飞的那种状态啊 就得好好地做复健 又是喊我啊 支援 来了 刚才医生呢 他说我要去做什么复健 你会陪我去的 我还要上班呢 上班 请下就可以了呀 放松 来 这下可好了 终于回家了 天旭是个有福气的人 恢复得蛮好的 都给支援啊 照顾得细心 天旭啊 你可要好好地谢谢人家 要不是因为他 我哥还能好得再快一点呢 那次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对 方晴啊 你可不要太蛮好无礼了 现在天旭回来了 支援啊 你可以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方伯伯 在家里有人照顾天旭 我想明天回公司上班 也好 没什么事 你就去上班吧 爸 妈 厨房那边饭好了 好好好 现在咱们家 又全员到齐了 走 咱们吃饭去 好 走 走 看什么呢 怎么不敲门呢你 你是鬼迷心窍了吧 你看他干什么呀 你老大不想了 不想想自己 你知不知道 前两天你爸爸 让天秋替他签了 一个很大的公司并购协议 你不赶紧好起来 去上班的话 那几成全都快成他的了 二哥他的确是最适合 接替老爸的人选嘛 反正我对管理公司 也没有兴趣 天旭 你说什么呢 这是兴趣的问题吗 你能不能替妈妈想想 我这么多年的委屈 就白受了 当年 我怎么也是名门归宿 伦敦经济学院的高材生 要嫁什么样的人嫁不了 这么多年 我就跟着你爸爸 没命没分的 我这心里有多远 到最后 如果你连个继承权都拿不到 我不得窝囊死 你别再说这些了好吗 当年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要嫁给老爸的 你现在不要再说这些什么 后悔呀委屈的 还有罪状的一点 不要再把我硬扯下来 去填补你心里面的失落了 当年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我真的以为你老爸 早晚要跟周宇离婚 给我一个交代的 那你当年既然那么委屈的话 为什么还要嫁给老爸呢 他那个时候既没有钱 也不帅 又不浪漫 你看上他什么了 帅 帅有什么用啊 你够帅的了 你要是有你老爸一半的本事啊 我就感谢上帝了 你老爸当年做生意被人家算计 赔得亲家荡产 来找你外公借钱 仍然是一副谈笑风生 气定神贤的样子 还亲自下出主菜 对于你外公提出的 苛刻条件 他都没有二话 我在他身上 看到了一种 势不可躺的锐气 我相信 他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果不出我所料 试问天下 能有几个像他这样的大男人呢 你再看看你自己 真该跟你老爸好好学学了 你可不能再这么不务正业下去了 乖啊 叶 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其实我很累了 我想休息一会儿 不如你先出去 我休息一下 我腿很疼 我就不送你了 出去出去 去去去 你是不是没妈妈 要不跟我回家吧 跟我做伴 怎么样 怎么不抱他进去 他这么想 在外面一定活不了 可以吗 当然 这是我家 我说了算 慢点啊 小心点 其实二哥 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 永远都是板起一张脸 可是他的心呢 比谁都软 比谁都软 软 软 哥 天秋哥 你回来了 干嘛打我呀 你怎么又跑来了 天旭刚出院 我来看看他们 志愿 我们又见面了 我有东西要送你 跟我来 来 来 天秋哥 走 什么礼物啊 这不是什么 志愿 这是我特地让人 从中国买回来的 农原美面膜 不是效果特别好的 面膜专家 我上次来这里 也不知道你在 这次特地为你准备了一盒 你可以定要收下 谢谢啊 来我们坐吧 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的 我们刚才在门口碰到的 志愿 在天秋哥那边工作 一定很不容易吧 他这个人可挑剔了 我和天秋就是 在泰国的语言培训中心 一起工作 我哥那么挑剔 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女神 志愿你知道吗 他们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还有 在读书的时候 他们两个可是风云一时 那个时候 我哥你干什么 关闭了 好吗 好 我还没生气 你看你哥倒是不好意思了 脸皮比女孩子还薄 谁说我一定要嫁给他呀 小堂姐这么好 谁都愿意去你做老婆的 天秋 这是我第一次学着做书布雷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来帮我尝尝 怎么样好吃吗 好吃 我去把猫咪安顿一下吧 猫咪我们走吧 天秋哥 天秋哥好吃吗 好吃吗天秋哥 好吃 真的吗 你要是喜欢 我天天都为你做 行了 你们聊吧 我回公司还有事情 天秋哥 我跟你一起去 不顺路啊 我就去你们公司那家烧屏幕 那也不顺路 天旭 我就不影响你和佟小姐 你们俩的二人世界了 我先走了啊 来这给你吃 拜拜 天秋哥 等等我 天秋哥 等等我啊天秋哥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 我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变化 什么变化 你头发好像变长了一点 人也变瘦了 你再动了 别给我打你很难 干嘛呀 人家不就是想你吗 你有没有想我啊 我没想你 我为什么要想你 天秋哥 我发现你真是没有良心 人家在巴黎 每一天心里都在想你 不管你去到哪里 都是想想着第一时间 去挑选你最喜欢的礼物 你倒好 这么长时间 你是不是早把我忘到九孝云外去了 差不多吧 讨厌 讨厌 我不管 你说你错了 你说呀 你错了吗 你说你错了 我 一 二 好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行了吧 哎 等一下你忙完了 我爸爸说要请你去家里吃饭 我最近 工作特别忙 改天吧 改天我有空 我请周伯伯一起吃饭 那你应该自己去跟他说啊 哎 哎 平秋哥 就是刚才那个同志员 你觉得他怎么样 没感觉 没感觉 可是 他可是天婿的未婚妻啊 你就不评价一下吗 嗯 有这个必要吗 反正啊 我觉得那个同志员 还是蛮不错的 他对天婿又温柔又体贴 而且感觉还特别能管住天婿 等到将来他们俩结婚了以后 一定能生活特别幸福 别人家的事你操什么心啊 算了 对不起啊 算我多嘴好了吧 你们的家事我不应该评论 说我不好 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天秋哥 你就是知道 我从来都不会对你真的生气 你好可爱啊 你好可爱啊 谁啊 哦 等等啊 来 闲着没事想找你聊聊天 不知道你有空吗 当然 进来吧 坐 来了这么久 还习惯吗 嗯 我听说你以前当过演员啊 嫁给天亮之前 还算是红过一阵子 那就这么吸引了 不觉得后悔吗 后悔有什么用啊 你一旦离开了观众的视线 他们很快就会把你给忘掉 没关系 你还很漂亮很年轻 天亮不会让的 我以前不懂 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支援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嗯 你知道 对这个家来说 你 我 我 倪坤 都是外人 永远不会成为方家的人 他们都有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 我们看上的都是他们的钱 所以 他们永远都会防着你 猜忌你 想要在这个家生存下去 你要万分小心 有些事 千万不可以做错 Pam 你有什么话 就直接说吧 你喜欢天秋 你喜欢天秋 我 你不需要回答 我不是来接你的底的 只是那天 我在医院看见你们了 天秋确实很优秀 可是支援 你是天旭未来的妻子 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母亲 你有没有想过 这要下去 会给这个家 带来什么样的矛盾 我和天秋他 没有 你放心 我看到的 没有和任何人说 包括天亮 我只是感觉 你跟我一样 在这个家被孤立 被鄙视 如果我不提醒你 我怕 你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指缘 听我的 别去招惹天秋 你们是不可能的 我早就说过 你这是自讨苦吃 现在有罪辩护是关键 他这么僵着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一个小丫头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你这是在怪我 我可不敢 别忘了 是你煞费苦心把他带来的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的用意 他在这里 大家都放心 好吧 明天我就回去了 还有啊 那个穆德胜成天和我作对 你能不能让他不要再插手 何必在理他 整个律师团都是我的人 我心里有数 我要和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我要解释一下 我去上课了 你干什么 你上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要跟我单挑吗 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你想多了 我都调查清楚了 那个方天旭就是个花花公子 这个方天旭好像还好一点 身边也没什么女人 没什么绯闻 可他二十九岁了 身边连个正经的女朋友都没有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现在媒体都在疯传 他要娶那个周景天的女儿 我现在没想这些 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爸爸的案子 你说那个罗雪和方又顺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明天带你去见个人 我看过两天再找吧 方家的事情不调查清楚啊 我这心里不踏实 你说这里能有人吗 我也不太决定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嗯 走 我这样子 我已经有一个问题了 我你知道了 我这是我很生昏的 你不太决定 你不太决定 我没有人 我手伤anal 我是因为我 你的女孩 你不是说我 我可以想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นี่ครั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五谷 General 你们找我干吗呀 给他看看 是这样 我们想让你调查一下 这两个人的关系 你们让我查方又顺 你认识他 华人大富翁谁不认识 那你能查吗 我是谁呀 当然能了 查一下这个人要多少钱 留下目标 自己看 我们就想查一下 卢雪和方又顺的关系 还有九八年 方氏集团的情况 没有这么复杂 小姐 跟我们这行危险系数很高的 你看看刚才那帮人 你让我查方又顺 他这种人身边 不还得几十个保镖 没有五十万不行 一口价 五十万 太贵了吧 算了 咱们走吧 好 走 你们能出多少钱 五 好 五万就五万 承转 但愿能早点查出来 放心吧 应该没问题 志愿 怎么 要上班了 不如今天就别上班了 我带你出去兜兜风 你来曼谷这么久 都还没好好地看过 这边的景色呢 我到曼谷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玩的 不过我可以给你个建议 是吗 好 你说 你看 这你可以到曼谷的景区 去逛一逛啊 那里一定需要很多导游 你觉得好不好 对不起啊 我上班迟到了 祝你玩得愉快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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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疼好疼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腿伤 变严重了 不如你陪我去医院吧 阿喜 你快陪四少爷去医院 喂 志愿 志愿你别走 志愿 刚才在会上我说得很清楚了 为什么这个项目会是这样的 你们能不能设计得大胆一点 你看你出的什么方案 帮我借杯咖啡 是 你们不能这样 我跟你说过了 你为什么不能有点创新呢 十五分钟之后 你给我一个新的方案 要不然你就辞职好吗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呢 还有美龙改进市场的评估报告呢 说话呀 抱歉 是你 执行董事 你找我有事吗 祝贺你 你现在已经顺利地通过了 公司的太语班考核 你可以正式成为 执行董事助理了 我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为什么 这可是董事长亲自安排的 那我去跟他说 等等 你真的就那么讨厌我吗 你为什么说我讨厌你呢 因为你给我的种种感觉 让我觉得你很讨厌我 你很不想听到我说话 是你想多了 再说我怎么想 这并不重要 你错了 志愿 你的想法对于我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们所有人都认为 我跟周小棠会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很多人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 怎么可能呢 我不想听 你必须听 俊 我也想任性一点 我也想 不顾一切地跟你好好在一起 可是 对不起 我要去工作了 你必须参加 好 老爸 还没睡呢 每天睡觉前不看一看史书啊 就会睡不着啊 爸 这些书你都看了这么多遍了 你都看不厌吗 你说这些古人 他们可真是了不起啊 他们一生波澜壮阔 对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都有一套独到的见解啊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吧 就好像老爸 你不是三十五岁 就是亿万富翁了吗 我怎么能跟他们比啊 他还没好 就装得像没事人一样 你找我来 到底有什么事啊 果然是我老爸 你最懂我了 我的确是有一件事情 想让你答应的 说说看 我想 我想回公司上班 你不是一向对公司的事物不感兴趣吗 是这样的 以前不感兴趣是因为年纪太小 什么都没有想清楚 但这些天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 其实到公司上班也不算是无聊 还有 我也不可能一辈子 永远待在家里面无所事事 对吧 你明白就好 爸 我有事找你 好 坐下来说 你来了呀 正是时候 爸今天看起来很高兴啊 什么事这么开心 有人哪 结了我的心病 天秀啊 我决定批准 你的美轮改建计划 真的 天秀 拿两个杯子 好 轻松一下 陪爸爸喝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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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爸爸 爸爸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个呢 是我最近做的市场评估 根据这份报告可以得出 美轮在改建之后的利润 一定会比之前至少翻一倍 这个项目 我明天会让他 在董事会上正式通过 就由你和天旭一起负责 天旭 他难得有兴趣进公司 你要好好地待待他 天旭啊 经由这个项目 你可以更了解 家里的生意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要多多地跟你哥哥学习啊 老爸 你放心吧 从小到大我最崇拜的人 就是我二哥了 他读书的时候 每门功课都是第一 二十岁就从剑桥毕业 二十三岁自己创业 登上了商业精英杂志封面 二十七岁带着上亿市值的公司 进入方式 所以他在我心里面 就是最完美的男神 今天志员他与班就要结业了 你是怎么安排的 我已经安排他做我的助手了 好好好 这是最妥当的安排 他们两个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我觉得志员也应该加入 美轮改建的这个项目 可以多多协助天逊 以后啊 就看你们两个兄弟的表现了 来 来来来 来 喝一杯 放心了 老爸 来 哥 喝一杯 来 哥 喝一杯 他 妈 她背双 你再喝一杯 我还走 谁还没拿到 你还没拿到 多咱们还没拿到 我还没拿到 顾心里面 你还都没拿到 你还没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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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拿到 你还没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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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被人解虎了 这梁子齐分明是要夺你的权 我在公司什么时候有过失缺呢 我们的爸爸 不是一直都在垂簾听证吗 不行 你必须得想个办法 把天旭隔离开 不能让他接触到核心部分 你以为 爸爸会不知道吗 实话告诉你 天旭这次进公司 不是为了成全